回來經濟午餐的節目,Dr.Lester Hello,大家好 又和大家下一個經濟午餐 當然請嘉賓和我們討論最新的科技發展和經濟活動 我們很高興今天在直播室 我們有林朗熙來自博哥科技的共同創辦人和行政總裁Royant Hello,Roy你好 講到創科企業,而且是初創中的科技企業都是年輕人 不知為何,一定是做科技企業這麼厲害 為什麼你會走入這個行業呢? 和你家裡的背景有沒有關係? 其實有一點,我們家在四十多年前已經開始做工業自動化 工業自動化就是在工廠那裏用機械臂、自動化儀器製造一條自動生產線 這些生產線做來做去都是在廠房裏面、工場裏面 我當時在美國讀完書回來就說 這個我也可以幫忙,不過好像有點悶 你去到工廠,那可不可以把這些自動化帶出來 去到我們平時的家裏面、老人院、醫院裏面 是否會更好呢? 所以我就密識了一些,懂得在我們平時生活範圍裏面移動的機械人 然後就開一些公司去試一下可不可以找到客戶去幫我用那些東西 機械人聽起來好像很高科技那樣的東西 其實整個機械人最高的難度是哪裏呢? 其實機械人本身就是一些馬達、輪胎、感應器 他要感知到環境有什麼反應給他 他亦都要自己走路和自己去做到一些工作出來 這堆的感應器可能在十幾二十年前是未成熟的 所以一直以來都沒有說可以有些機械人到處走路 這些科技出現 但是去到六七年前,大約一五年左右 就有一個叫激光雷達的發明 激光雷達不停地射光出來,360度射光 接著他撞到牆人,他會馬上告訴你 那牆人離開你有多遠 所以這個科技出現之後 所有機械人都一窩蜂用這個科技 變成能夠清醒了 即是吸塵機也是這樣 即是好像多了一隻眼 機械人有這隻眼出現了 還有晶片可以記憶 你的房子有多大 突然間全部機械人都要 所以升級了 其實你開始的時候不會馬上做這件事 其實開始的時候大家都研發機械人 看看可不可以走得好些 或者找到路,不要碰到人 慢慢去到我們走得好 我們就開始找一個方法去落地 因為我只會走,沒有用的 客人會說我買回去做什麼 沒有功能 所以就開始擺放什麼功能在機械人那裡 就開始越做越多 可能就問客人 其實你有什麼需求 可能在辦公室內 會不會有些事情你真的不想做 然後他就說我最不喜歡去影印 好,我就弄一隻機械人 用到我的機械人 很不錯 起碼同事真的有很大的需求 幫助他做這件事 很大很大 你剛才提及過 你家裏本身都做一些機械自動化 代理日本三菱電機的自動化 國際品牌 但我小時候機械人對我來說 就是看高達卡通片 超時翁要塞 超時翁要塞 我都有看 我都有看 對於你來說 機械人在你小時候 是否跟家人 已經下廠 看到鼻子 看到三明重工的威力 沒有的 其實小時候 完全不知道我爸爸在做什麼 他拿東西回來 全部一塊塊 完全理解不了 其實我去到大學都未知道 大學都未知道什麼叫自動化 真的出來市場 其實自動化 如果用在工廠裏面 不要說我二十幾歲大學的時候 現在三十幾歲四十幾歲的人 都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所以你說要去上市 要整個公司知道你在做什麼 是很困難的 你什麼時候才開始接觸 知道爸爸原來在做這麼厲害的事 真的去完美國讀書 然後回來 進到公司那裡 嘗試了解 即是爸爸邀請你 畢業了 終於可以進來幫忙 畢業之後 做了一陣子 美國經濟不好 2008年 接著就不如回來 那時候就說 好了 得起心說真的要學 這個究竟是什麼行業 就會去廠那裡看 去一些客戶 他可能有一個 弄煤炭的廠 那個煤炭廠在內蒙古的 我就去內蒙古住幾天 去看看他們 究竟是自動化的什麼 一路逐漸逐漸去看 去學 但是你的經歷當中 在美國有做過start up 那個過程是怎樣發生的 start up 我們在美國那間 專門用機械臂 未去到我說的移動機械人 就用了固定的機械人 去幫人做一些不同的功能 其中有一個挺有趣的 就是我們一個客戶 他是一個Microsoft的主管 他突然有一天就quit了 他說我想到一個idea 可不可以 全部的故事都是這樣 讀一下書 要不就在高層 高層一定是高層 他就說我想用一隻機械臂來做pizza 但是我又不想做完之後 馬上交給客人 我要把pizza放上一輛貨車 貨車有五十多個焗爐 我的貨車運到客人家的途中 我正在焗爐 還有六分鐘 GPS告訴我 還有六分鐘 才開始穿 那他就去到脆脆脆脆脆脆 最美麗的pizza 最美麗的 還要一路走一路焗 比其他品牌的pizza 所以一個Super Bowl 一天可以賺回全個月的生意 最美成不成功 這個好成功 這個idea是很成功的 讓我做一個蒸燒買版 這個蝦餃燒買 中兩件 Nexter快去投資幫我用錢 你可以想一下 有成功例子嗎 有成功例子 我不焗爐 我是蒸燒 蒸腸粉 熱辣辣去到家 熱辣辣去到家 其實科技也好 創業也好 其實都是解決人類問題 解決我們生活問題 找到一個痛點去解決 你平時是不是都很喜歡觀察的人 是爸爸訓練你 還是爸爸很忙 我平時就是一個什麼都喜歡的人 因為我又喜歡玩 去讀書 其實我又是什麼都立了 又學音樂 又學Computer Science 平時見到科技就流口水 就是什麼都玩 很有好奇 所以我很喜歡遇到一些新科技 然後不停跟不同的人聊天 你能否用這個科技 然後好像我們小時候看的叮噹 我去給你一些新科技 然後我就覺得很滿足 所以那次Pizza車 焗爐車 你也覺得很有趣 很開心 有種熱誠 其實那時候還要加上疫症 這些外賣應該很受歡迎 沒錯 那最後的故事是怎樣發展下去 還是在運作中 他們還在運作中 但是我們很可惜 就是幫他做了這個科技出來 然後沒有拿到股份 就這樣收了錢 就拜拜 即是技術提供 即是當作一次性 幫他做了 那時候可能你也在想著 行不行 收了錢 快快去收了錢 總之他拿到380M美金 真的不行 懂一個想法 即是喜歡吃Pizza 還有那些人挨家入戶 駕駛到門口就送進去 沒錯 翻熱也不用 Pizza的食材成本又低 全部都是雪藏 那些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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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跟我們有時有點心 每個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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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都不一樣 你夠新鮮 人們下次都不吃 還有點心會有蒸的水 會浪 所以都想過 這個果然是技術人 立即說 我只是說一下 很明顯我創業 搞不定 其實為什麼那時候 也沒有去投資他們 因為有時候說 我收你便宜一點 給我一些股份 因為那時候很多客人 又有做咖啡 又有做 比如說SpaceX 去幫他做火箭 又有做Apple的手機 其實不知誰可以 全部都是幫他實現 他可以的時候 我才後悔 你做技術提供 快點 那你這樣想回 不行的 你覺得好在摩托車 平衡自己 有時也要 Dr.Lesson 那位研究你團隊做個 補單自助機 對 補單自助機 培訓 AI跟他對話之後 出個補單機 用機器人培訓 你讀說 說不定就先拍兩下 立即噴水 噴醒你 不聽書 不聽影片 休息回來再跟Roy聊天 對啊 好